大山城地區的棒球隊穿著球衣往楓源戲院來報導 因為這天立委江啟臣和台灣新世代關懷協會 特地為他們包場 邀請他們看最近相當夯的國片卡諾 有些在偏鄉 像自由國小 像大南國小 慈臣國小 他們沒有電影院 我的選區只有這一家電影院 我們電影院也很感情 他們說我們一起來做公益 那我就一口答應就說這個我們一定要來做 當時加龍這些棒球選手也是第一次打進甲子園 我想今天有很多的第一次都是大家要珍惜的 我們一起把這個第一次的力量集合起來 讓台灣發光發熱 老 中 青 少 幼 五代同堂 非常高興在這裡觀賞這麼一部非常有意義的教育片 卡諾是部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 描寫嘉義龍林棒球隊如何奮鬥不懈 替台灣打進甲子園決賽故事激勵人心 因此希望透過這部電影來勉勵生成地球的這些棒球隊 如何在逆境中求成長 永不服輸的一個精神以外 團隊的一個默契 然後在逆境當中 要如何的就是怎麼樣子更往上提升 這是這部電影的話最有意義的一個目標 電影會後立委江啟臣也邀請各隊參加下半年的 新世代杯全國青少棒錦標賽 拿出熱血和拼勁為自己和球隊留下美好的回憶成績 記者立獎的鐘早到